我们在上一课 我们认识到了教会历史的第二次大复兴 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布道家 叫做查尔斯芬尼 可能有些人就会问 这第二次大复兴查尔斯芬尼过后 是否有一些接班人 其实是有的 而那这班人或许你和我 很多的基督徒到了今天仍然认识他 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布道家 叫做穆迪先生 所以今天我们拿起我们的诗歌本 宋主新歌 它里头有许多的歌 是穆迪先生和他的同工 一起来写的 他的同工的名字叫做善吉 我们一会儿就来认识他 所以穆迪先生 他生长的年代是1837年到1899年 在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故乡 到了波士顿的一间鞋店做推销员 在那里他也参加了一间公礼会教会 换句话说是一间独立教会 在这间独立教会里头 他认识了一位 除了一些老师 叫做金宝尔 金宝尔 金宝尔对穆迪先生的影响很深 所以因着这老师的缘故 穆迪先生也悔改了 相信神 所以穆迪先生的事业是相当成功 他赚了很多钱 而且过后呢 从波士顿就移到芝加哥那边 继续做这推销员的工作 来到1860年的时候 1860年的时候 23岁的穆迪先生呢 他就现身于主日学工作 现身于青年的工作 在到各处的地方 游行演讲 鼓励教会 兴起主日学的事工 也就在那个时段呢 他遇见了一个很有音乐恩赐的一位弟兄 他的名字叫做三级三嘴 过后呢 他们就一起同工 来做这巡回的布道会 所以在1873年 1873年 记得穆迪先生出来的时候是1860年 13年后呢 那个时候分离已经是晚年了 1873年分离 多两年就离开这个世界 在1873年的时候 这穆迪先生被邀请到英国讲道 他在两年之内呢 去了三次 成为在当时 美国教会当中 其中一位最著名的讲员 所以穆迪先生没有单枪匹马 穆迪先生是和他的同工善机 一起去英国 现在爱丁堡沟去伦敦 他连续四个月的布道会 根据记载 参加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会众呢 有两百五十万人之多 两百五十万人 这一连串成功的布道会呢 过往就返回美国 在美国继续的来举办布道会 所以这个目的现实 他不仅仅是一个布道家 他也对自己的属灵生命 对自己的道德生命非常严谨 在1899年 他63岁的时候 在一场布道会的过程中 他患病为添加了 所以穆迪先生的方式 从表面来看 或许我们会觉得 跟芬妮其实挺相似的 他们强调唱诗 他们强调呼召 不过他们在某个方面 他们的理念也是挺相似的 他们是反知识 他们反教育 反理性 可能你会说 他不是做主律师的工作 怎么他会反教育呢 他反的不是主律师的教育 平信徒的教育很好 教育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 人要听到的是那浅白的福音 所以我们回到穆迪先生的教会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一个独立教会 是一个公礼会的教会 所以为什么美国有公礼会的教会呢 其实就又带我们回到1620年 当时从英格兰出发的五月花号里头的 102位乘客当中 有好几位都是清教徒 而这些清教徒都是公礼会的清教士 都是独立教会的清教徒 所以这就开始了在新伊格兰那里的公礼会的教会 那么可能你就会问 在新伊格兰在美国刚开始去的是公礼会的信徒 而不是长老会的信徒 为什么在美国这年头 有这么多的长老会的教会和牧师呢 因为这就来到一个州 一个重要的州 叫做宾夕法尼亚州 Pennsylvania State 在这个州里头 当时的州长 他叫做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 他用他自己的信 来给这个神 这个州命名 所以因此叫做宾夕法尼亚州 所以他当时他主张 我们应该有自由 要有民主的自由 要有宗教的自由 所以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威廉佩恩 他就邀请了苏格兰 还有爱尔兰的长老会的教徒 移民到宾夕法尼亚州 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 所以接下来的一百年 根据历史的估计 历史学家的估计 有二十五万到五十万 的长老会的信徒 就移民到宾斯法尼亚州 Penn State 在那个地方 甚至在那个时候 这长老会的基督徒 占当时 这宾斯法尼亚省的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所以人多起来的时候 长老会的教会也多起来了 他们就开始组织 区会 开始有更多的信徒 归入了长老会 当我们谈长老会的时候 我们必须来认识一位牧师 因为他是美国长老会的创办人 我们英文叫做Francis McAmy 他在1683年的时候 和苏格兰 爱尔兰的这些长老会的信徒一同 去到了美国 在那个时候 他就设立了美国第一间 第一间教会 也是现今美国最古老的长老会教会 他的名字叫做 瑞霍贝斯长老会 Rehobev Presbyterian Church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不仅仅设立了这间教会 他也接下来设立了五间教会 也开始了美国的第一个区会 The First Presbyterian 在1706年的时候 1706年的时候 这第一个区会里头 有七位牧师 而在1717年的时候 美国就有第一个长老大会 当时有17位牧师 慢慢地发展下去的时候 大概到1750年 当然那时候就有总会 First General Assembly 所以在这个总会里头 有四个大会 有16个区会 有400间教会 有177位长老会的牧师 这就是长老会在美国 开始的故事和历史 感谢赞美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